生活可以更美好。 1. 听力 第一部分 第一道五题,判断对错。 例如, 我想去办个信用卡,今天下午你有时间吗? 陪我去一趟银行。 他打算下午去银行。 他喜欢看电视广告。 1. 办签证需要准备哪些材料,我也不太清楚。 不过,我有大使馆的电话号码,我可以帮你问一下。 他知道怎么办签证。 2. 只有通过了考试完全符合要求后,护士才能正式开始工作。 医院对护士这一职业的要求是,专业、负责、尊重生命。 护士工作前要通过考试。 3. 第一次跟女朋友见面的时候,她紧张极了,脸和耳朵都红了,几乎不敢看女朋友的眼睛。 4. 她第一次见女朋友时很放松。 4. 这篇文章你还得拿回去好好改改。 主要是内容有点乱,重点不够清楚。 另外,有几个句子还有语法问题。 那篇文章写得很精彩。 5. 受到批评时也别伤心失望。 6. 谁都有做错事或者做得不够好的时候,只要不放弃努力,你就仍然有希望。 做得不好时别失望。 第二部分。 第六到十二题,请选出正确答案。 5. 例如,该加油了,去机场的路上有加油站吗? 5. 有,你放心吧。 5. 难的主要是什么意思? 5. 难的主要是什么意思? 5. 难的主要是什么意思?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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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的主要是什么意思? 7. 你钢琴弹得这么好,怎么没去参加比赛呢? 我错过了报名时间,只能等下次了。 女的为什么没参加比赛? 8. 已经两点了,你怎么还不睡觉? 这本小说还有几页,我想看看最后到底怎么样了。 女的为什么还不睡? 9. 我们想了解一下客人对我们宾馆的服务是不是满意? 您只需要填个表格就行。 好的,没问题,希望表格不要太复杂。 女的请男的做什么? 10. 小刘,帮我把公司的这两页材料传真给李记者。 他下周的一篇新闻里要用这些数字。 好,我马上去。他的传真号码是多少? 对话最可能发生在哪? 11. 现在有的人二十多岁了,还没学会照顾自己。 而有的人十几岁就开始工作,赚钱养家。 年龄大并不一定代表有能力,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他们也许没有很多钱,却可能比富人家的孩子经历的更多。 十几岁就工作的人怎么样? 12. 你叔叔太厉害了,他的书里写了那么多地方的景色,这些地方他都去过吗? 12. 你叔叔太厉害了,他的书里写了那么多地方的景色。 12. 因为职业的关系,他几乎走遍了中国所有的地方,看到了很多美丽的景色,也认识了许多朋友。 12. 后来,他就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 12. 根据对话,可以知道女的的叔叔怎么样。 13. 第十三到二十二题,请选出正确答案。 12. 例如 12. 把这个材料复印五份,一会儿拿到会议室发给大家。 12. 好的,会议室下午三点吗? 12. 改了,三点半,推迟了半个小时。 12. 好,602会议室没变吧? 12. 对,没变。 12. 会议几点开始? 13. 您好,我想办一张信用卡。 12. 办信用卡的话,您得先填一下这张表格。 12. 好的,填完以后,是交给您吗? 12. 不,填好后,请到三号窗口排队就可以了。 13. 关于男的,可以知道什么? 14. 这是女儿专门给我们画的。 15. 这张画的景色实在太漂亮了。 15. 你看,花草画得像真的一样。 15. 我想把它挂起来,偏偏看。 15. 好主意,就挂在书房的墙上吧。 15. 男的,想把画挂在哪儿? 15. 我们坐出租车去机场吧。 15. 我们坐出租车去机场吧。 15. 那怎么办?坐地铁去? 15. 坐地铁应该来得及。 15. 飞机还有两个半小时才起飞。 15. 男的打算怎么去机场? 15. 男的打算怎么去机场? 16. 你怎么了?什么事让你不高兴? 15. 下午的足球比赛,我们班输了。 15. 比赛总是有输有赢,下次再努力。 15. 就差一个球,实在太可惜了。 15. 男的为什么不高兴? 17. 你的包里没有?是不是往办公室了? 15. 不会,刚才是我开的门。 15. 那你到底放哪儿呢?你再仔细找找。 15. 我去门口看看,是不是掉那儿了。 15. 他们最可能在找什么? 18. 见到你真高兴。你已经说是毕业了吧? 18. 见到你真高兴。你已经说是毕业了吧? 18. 是了。 18. 还是读经济学吗? 18. 还是读经济学吗? 18. 对。研究方向是国际经济。 18. 女的读哪个专业? 18. 对。 以十九到二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母亲对女儿说,选丈夫不能马虎, 一定要考虑清楚,你看你爸,什么都会修, 冰箱、洗衣机,连汽车坏了他都能修。 没等母亲说完,女儿就说,我明白了。 没想到母亲接着说,你明白什么呀? 如果你也找个像你爸这样的丈夫, 就别想用上新东西了。 十九,他们在谈什么? 二十,关于女孩的爸爸。 可以知道什么? 比二十一到二十二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我弟弟叫王小帅,今年四年级,他最大的特点是不爱学习, 课前不预习,考前不复习,几乎没按时完成过作业。 一天,他骄傲地对我说, 哥,今天老师问了个问题,除了我谁也答不出来,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问他是什么问题。 他说,老师问,谁没交作业? 二十一,关于王小帅可以知道什么? 二十二,说话人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是什么意思? 二十二,说话人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二十一,关于王小帅我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